去年是经过八年的努力 我们谈成了东盟十国 中国日韩澳新十五国的RCEP协定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自贸区 是不同社会制度 文化习俗 不同发展阶段国家 共同建设的 这说明只要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谈出共识 可以找到共同利益 扩大我们各国人民的福祉 而且有助于地区产业链的 供应链的稳定 会推动 会给世界经济增长动力 中国是世界产业链 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不仅要发挥自身的作用 而且要履行自身的责任 维护以自贸规则为基础的自由贸易 对于只要是 对互利共赢 有利的 不论是多边双边的机制 我们都持积极开放的态度 会进一步主动地对外开放 继续扩大外资来华负面清单 继续缩减外资来华负面清单 继续推动 包括服务业在内的对外开放 我也注意到 很多外企 关心中国的营商环境 我们还是要继续打造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总而言之 通过多种努力 在扩大内需当中 不断地扩大开放 还是要让中国 成为外商投资的重要目的地 世界的大市场